猫本打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已经到了Tulip Festival 预讯相节的现场 大家一定要来早一点 因为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停车场 已经都满了 我们是很幸运的 刚好这一排停车位 一开始 我们就冲进来 站到了一个停车位 今年其实是Grand Final Day 但是很明显 很多人都没有去看 Grand Final 这预讯相这边排队的人 还是很多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队伍 还是建议大家 在网上买ticket 因为右边是没有 买ticket的人 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是online ticket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go through 这边的队伍 就会比那边要短一点 我们已经来到了玉京香花海 有好多好多种漂亮颜色的玉京香 我们去看看吧 我找到了和我衣服颜色很搭的红色 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两种颜色 我给大家看我最喜欢的粉色 我觉得我跟这个花很搭 我要拍一下我跟自己 就是这个花哦 红色 真的很多人很多人 到处都有人在拍照 我们还以为今天Grand Final 来的人会比较少呢 但是发现来的人还是很多的 还是有很多家庭 带着宝宝们过来玩 而且这个除了festival呢 也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行 今天这个除了festival的小market呢 特别有一种童话小镇的感觉 有好多小店铺 还有好多小花园 如果有一个少女心 一定要来这边拍照玩一玩 我们现在在Tulip Festival小广场的镇中间 这边有各种吃的 能看到Chess表演吗 然后还有一些瓶酒 些酿酱和红酒 我要去尝一下 我们可以尝一下 我会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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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了一杯Moscato 就是一个Dessert wine 又甜又好喝 然后Neil 你点了什么 不知道我随便点的 平时是喝威士忌 对红酒不了解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一个Rose 但是这个Rose真的很红 这是我见过最红的Rose 我的酒是很好喝 因为它是Dessert wine 所以它就很甜 就比较符合女生的口味 我尝尝我的 我尝尝我的 嗯 美滋滋 其实今天这个郁静花香节 就是从荷兰起源的 整个今年节日 都有一个荷兰的氛围 我们吃的 还有一些看到的都是 很多都是来自荷兰的食物 来自荷兰的甜食 我们已经看完了郁静香花海 我们现在意犹未尽 还想多看一点大自然 然后再喝一点热饮 所以我们在Dendino 这边正在找一个小公园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的第二站 叫Alfred Nicholas Garden 其实跟刚才比较起来的话 这边最大特点就是人少 比较安静 但有好多花 逛一逛还是 也是很漂亮很寂静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个人呢 可能我更倾向于 就郁静香节 Tula Festival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边整个氛围 就会更热闹一点 然后吃呀喝呀 或者其他一些活动选择心也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个人选择吧 如果喜欢热闹一点 喜欢吃吃喝喝 在那边也可以就是更好玩一点 毕竟是festival 这边就吃喝比较寂静的散散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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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